林彩新、贝贝,现做鸡蛋糕与小朋友过儿童节替弱视儿童筹募营养餐费。 让小朋友期待已久的儿童节即将来临,创作歌手林彩新、贝贝,在儿童节前夕,担任红芯自贵工艺大使,化身圆梦天使,现场制作新型脆皮鸡蛋糕与弱视儿童同乐。 连彩新,一时兴起,还加入新鲜草莓,特制出草莓爆姜卡士达,草莓牛奶巧克力等口味的鸡蛋糕,让小朋友大呼,彩新姐姐太神奇了。 红芯自贵工艺大使,林彩新表示,自己从小就是在低收入户的家庭中成长,也接受过很多来自社会善心人士的温暖与帮助。 求学期间跟贝美也靠助领奖学金度过,小学五年级的时候,父亲过世,老师还发起全班募款,帮助我们度过难关,让我非常感激,现在也会把握每一个能做公益的机会,持续传递这份温暖。 彩新也说,记得以前有一个同学家境困难,从小学开始就要办公办读,最后连国中都没有读完,但不因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而放弃人生,依旧努力过好每一天,现今失去联系,很希望可以找到这个老同学。 而儿童节江志林彩新笑说,已经很久没有过儿童节了,谢谢红心自会的邀请,能参加这次公益活动。 从小到大,吃了很多次鸡蛋糕,总觉得做鸡蛋糕的老板很厉害,很想玩玩看,终于有机会自己亲手制作。 也是一种圆了,又回到小时候的感觉,还能跟这么多可爱的小朋友一起过,也算是回到儿童节了。 记者会上,连彩新也回想起五年前,因前公司无预警改组,女子团体接散而失去了方向,幸好在圈内前辈的帮忙下,带住全身金剩的两千元,到上海找寻梦想,只能靠磕吐司面包当三餐的日子, 连生日当天都买不起蛋糕,只好以辣椒酱代替蛋糕吹阿猪的经验,幸好后来顺利进入《中国梦之声》选修比赛,靠住节目制作单位的变大,不愁三餐没注落。 因此也更加能够体会正常的三餐,对于小朋友的健康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事。 红心自会秘书张李显文表示,目前我们全台仍有许多孩童儿童需要为基本三餐烦恼,他们连温饱都无法满足。 也特别感谢乐仪尼、利利尼,义市舱厅的协助,透过这次的活动,希望能有更多人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,一起发挥爱心帮助他们,让这些孩子可以正常成长。 如今苦尽甘来 他将这五年来在上海发行的数位单曲 加上新歌集结成个人的首张专辑《声优》 并将在三十一分之三 六 晚上七点在台大体育馆RF后台咖啡举办个人首场演唱会《声优》而生 林采新将自身故事分享给小朋友们 也及此鼓励小朋友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上田都会派来天使给你们帮助 坚持牡力 梦想一定会慢慢实现 小朋友们也送香芬蜡烛 祝贺林采新原梦成功开唱 小朋友们说 以后只要采新姐姐过生日 我们就做生日蛋糕送给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